有个问题就是有个人他信耶稣 不过就被人打到脑都坦了 就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神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的计划在他身上 我想回应就是这样的 神的计划未必是各样东西顺利 神的计划是在困难中神会给力量 这一点我们需要分得很清楚 的而且确有很多基督徒被伤害被杀 比如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有很多被杀 有些禁制基督教的国家 受逼包的国家也有很多基督徒被杀 被抓去坐牢有很多这些困难 那问题就是到底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有没有呢 还有这些人怎样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呢 首先我想说一件事就是 未信耶稣的人都会遇到很困难 神都会想祝福他的 但是他一定要透过耶稣才能祝福 那譬如说他未信耶稣 他有时的苦难令到他找耶稣 或者他有苦难的时候有人跟他传福 他会开放 所以有时非基督徒的苦难都可以是对他有益处的 因为他当去找耶稣 不过也有很多非基督徒 他有苦难他又不信耶稣 所以他得不到耶稣的祝福帮助 好了基督徒是一样的 那有些基督徒就很困难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譬如恒林寺 我们听过恒林寺 在外国有一个叫Joni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J-O-N-I 他是一个女孩 他跳水 基督徒一跳水 怎样知道那里下面有一块石 撞到头 然后他就坦了 全部坦了 他就是用口 拿筆来画画的 Joni是很出名的 大家有听过这个Nick 都是生出来没有手没有脚 只有小脚 这些都是很困难的人 不过当他们倚靠神的时候 他的生命都有很突破 譬如Joni 他的特点就是他只有口去画画 但他画的画是帮助很多人 或者这个Nick 他本来好像很没有盼望 但他的父母是基督徒 他又培养他 他又倚靠神爱神 后来他说的信息是很激励人的 如果你听到英文的信息 你可以上网听他的信息 他鼓励人很多鼓励 他结束了 他又不能拥抱人 他在桌子上 这也是一个人的例子 他很困难 好了 说到这个人 到底神有没有计划呢 一定有 但这个计划是怎样呢 一定是他怎样能够 在这个过程中 他倚靠神 得到神的平安 譬如如果我们接触他 或者其他基督徒接触他 跟他祈祷 让他经历到圣灵的平安 喜乐爱 让他心里面有平安 因为一定要首先有生命 有平安 有爱 有力量 然后他可能在逐步得胜 能够在他的情况之下 好像恒林指 他95%的关节都很痛 但他可以写这么多书去帮人 他都写书 手是很难写的 他两只手一起 写得很辛苦 后来他出名之后 有些人帮他写 他口讲也有人写 这条路不是容易的 不过那条路是荣耀神的 就是神的计划 不是说 不要用世人的样式 你相信耶稣我耶稣 有些人就以为 你没有意外 你又会很有钱 你会家庭幸福 不是一定的 但是重点就是 无论发生什么事 神都会帮他 因为这个人 我们不知他的背景 所以我就会这样说 如果我们接触到他 我们可以 譬如他给个电话 我可以跟他通电话 去祈祷 去鼓励他 有时这些人 在这些困难中 也有个倾向 就容易埋怨神 埋怨神的时候 他也得不到神的祝福 但是他祈祷 又会平安 我们试过 和很多人祈祷 都很平安 这个也是 提升我们的生命 就是原来我们可以有神的力量 这个就是我 对你简单的回应 就是说 不是代表没有困难 不过在困难中 如何得胜呢 这个就是锁示 一定是有神的同在 登记者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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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